好啦 那我們那個今天我們要上資料處理的最後一個part啦 這個大家痛苦的過程要結束啦 後面應該會簡單一點 因為我們到這節課以前齁 就前面四節課我們叫有函數很少嘛對不對 那就是這些函數就要完成所有的事情啦 那到下一節課開始啊這個我們會 可能一節課就學得比前面四節的函數還要多這樣子 但是那個就是有點像是就是說 比如說要算平均值你就用某個函數 算什麼就用什麼函數 那比較簡單啦好不好 而且我們就是基本上你也不需要把它背起來 你只要知道說算平均值在第幾課大概在哪裡 你可以去把它找出來嘛對不對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未來要用的時候其實不是沒有需要背起來的 那前面這幾個就是他比較需要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今天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今天齁我們在昨天以前的課程齁 大概做的事情都是就是把資料整理成我想要的格式 那在今天啊今天我們要學的是 我們要選出一些條件很複雜的個案 就是我們要把我們的資料做一些條件很複雜的這個篩選齁 那個條件等一下你會聽到可能會很難 當然我們就從簡單的開始啦 像你說什麼年齡大約130歲這種非常好選嘛對不對 那只是說到時候我們這一節課的後半就是大概過了一個小時之後 你會發現我們可以選一些非常特別非常難的這個 的這個篩選條件這樣子 好那這個我這邊齁這邊自費真的不少齁 跟你大家推薦一下一個工作啦 一個工作叫CRO好不好 就是專門幫忙做這個臨床試驗服務的公司 好不好這個工會系畢業之後 這個非常適合進這樣的公司去進行服務啦 就是幫忙做統計分析 好你可能會覺得說幫忙做統計分析喔 聽起來好像大部分的工作是在做統計分析對不對 實際上大部分的資料大部分的工作是在確認 那個資料是正確的 好我之前我有個同學啊 在這個CRO公司當主管啊 那他告訴我啊 他們的這個臨床試驗的data進來之後啊 這個要進行分析之前 總共有800多條路喔 要滿足 滿足了以後 才可以開始進行這個分析 那如果沒有滿足的話 那就說明這筆子要有可能有問題 要請前線去確認 這樣資料嗎 因為臨床試驗的數據大部分的收集都是 都是在醫院可能 透過不同的人手抄回來的這樣子 這樣懂了嗎 那他們的domain know-how 就是他們賺錢的工具就是那800多條路喔 不是後面的統計分析喔 你們要搞清楚這件事情啊好不好 所以說就是 這個如果你未來想做這類的工作的話 那可能啊 你對資料清理的這個技能啊 比你統計分析的技能要求更高 雖然說 統計分析 聽起來好像比較高級啦 這樣子 實際上齁 實際上就是 如果是CIO公司的話齁 他們遇到什麼樣的case 要用什麼樣的統計方法齁 那個概概上面都有寫 你根本不允許你用其他方法 這樣懂意思了嗎 所以說 清資料就更重要了這樣子 而且我跟你們講齁 你們不要小看清資料齁 藥物上市什麼的 是一件很嚴肅的問題啊 這個 到時候 藥物這個審核通過之後 所有的分析過程 包含數據的清理這些過程 通通都會 FDA通通都會審核 這樣知道嗎 而這個就是重要的東西 好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清資料好不好 我們 等一下你們就會看到 比較複雜的篩選啦 好不好 我們先看一下簡單的篩選 首先我們先把檔案讀進來 這筆檔案這樣讀進來 好那我們把它放在這個 Lesson4 好啦這個檔案下載應該都不用我教了吧 對不對 這個非常簡單 好這樣東西進來了以後 這樣是一筆看起來很正常的Data 對不對 好我跟你們講這筆Data是什麼 就是某某人 他在某一個時間點 他測了很多生化值的結果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來做這個 做這個 操作好了 首先 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先檢查日期格式 那這個日期格式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欸 Class Date 你會發現 他是一個Factor 這不是我們想要的格式嘛 對不對 我們要怎麼把它轉換成我們想要的格式呢 日期其實在R裡面是有一個特殊的格式的 這個在我們之前是沒有教到的 他是變數層裡面有一個 非常少用的一個格式叫Date 所以一樣是SXXX這個函數把它轉換成我們想要的東西 S.Date 我們可以把它轉化成我們想要的格式 轉完了以後 你再看ClassDate 你會發現他就是Date這個屬性了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再看一下 現在的Data長得有什麼不一樣 好他是不是被換成標準格式 這樣可以接受嗎 他被換成標準格式囉 並且有大小之分 這樣知道嗎 好那 這個 這個 這個步驟啊 這個步驟他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有趣的實驗好了 現在啊 我先產生一個文字向量 這個文字向量叫TestDate 這TestDate 現在我如果打Class問他 這是一個文字對吧 好有趣的是 這邊有兩天2月29號 2月29號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嘛 對不對 然後並且這個9月31 他應該是不存在 9月來只有30號嘛對不對 但有時候就是會打錯啊 對不對 所以S.Date這個函數啊 他可以同時兼顧檢查 這個日期合不合法的功能 如果我們發現 他的日期出現了NA 那就代表他原先的這個東西是不合法 這樣懂我意思嗎 不合法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故意啊 把我們的Data 你要怎麼改你的Data呢 來你這邊有一個view file 你進來啊 你就可以把這個 我們故意把這個8月80號改成8月32號 好不好 故意的 好再把 儲存之後 我們重新把檔案讀進來一次 現在這裡是不是8月32號 他顯然是有問題的嘛對不對 來經過S.Date之後 我們再看一次 HeadDate 好他是不是就被改成NA了 所以說這個 我們把它改回去 8月8號 OK 所以說這個東西啊 他有辦法去記錄我們說 我們現在的日期是不是合法 這樣知道嗎 就是利用這個 轉換的這個功能 就是強迫他轉換屬性的功能 來檢測他是不是違法 同樣的方法你還可以拿來做什麼 舉例來說你現在讀進來一串 舉例來說血壓好了 大家如果以後真的做了類似的研究工作以後 你會發現 明明就叫你抄個血壓 但是很多人就喜歡再血壓 舉例來說120後面給個括號 XXX 對不對 欸幹嘛笑 你是不是常幹這種事 你常常看到這種事對不對 欸奇怪了 我就叫你輸數字啊對不對 你給我這個東西有什麼分析 所以當你強迫把這一串文字 轉換成數值的時候 這種東西他是不是就沒辦法轉 那既然他沒有辦法轉 他就會出現NA 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那筆錯誤在哪裡 這樣知道嗎 好 那NA的部分我們要怎麼去找到呢 有一個函數叫isNA isNA這個函數啊 我們現在先把它打來test data 現在test data是一個有兩個NA的一個這個向量 對吧 日期向量 我們啊用isNA這個函數把它來試試看 他會告訴我們 欸 fals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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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se 所以這個isNA這個函數是什麼意思 回傳一個邏輯向量 告訴我說到哪裡有NA 這樣可以嗎 這個函數記得 如果這個函數記得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一個新的 好 我們把我們把這邊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好 我們的Data Data讀進來了之後 我們先強迫我們的Data 轉換成Data格式 然後並且把isNA的部分標出來 標出來了以後啊 接著我們就可以用 所運函數加上 這個true false的這個列表 也就是問他說哪裡有 wrong date等true 這個是不是非常像我們當時在找這個重複的樣本的時候 的一個函數 好 發現沒有一筆是錯的 好當然啦 如果你要你要這個 如果我們再故意把它改一下好了 好這邊改5月 呃 呃 5月32號 好 全部執行次 5月 為什麼5月32號 5月31號 好 8月32 好他是不是就找到一筆了 他是不是就找到一筆 這一筆是有錯的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是第二筆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回去請這個前線人做處理 這樣子啊或者是你自己在收集資料的時候 你可以去再去確認一下 那筆資料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好 那我們啊 來我跟你們講 各位講一下 就是如果我們今天啊 要把這個程式碼 要寫的這個比較 讓人家看得懂的話 請你以後啊 試著用這種格式去寫 等一下我們 第一個目標 因為 我們已經說了 如果你未來想要做這類的工作的話 關鍵是800多條路喔 不是統計分析嘛對不對 那 這個800多條路喔 這個 你要整理 你鐵定要有一些註解 不然的話 未來不要講說 別人看不看得懂你的code是什麼 這個 半年之後 你也看不懂 你現在在寫什麼 跟你保證啊 如果你寫800多條路喔 半年之後 你也看不懂自己當初來寫什麼 好 所以 我們啊 在R裡面 警號是一個註解 警號後面的東西不會被執行 所以啊 大家可以寫成類似這種格式 Read the data 然後我們把檔案讀進來之後 Rule 1 是Check Data Format 然後做完一些整理之後 這邊這個警號是跟大家幹嘛的 告訴我說 我要檢查哪裡有錯 我需要用這行指令 然後Rule 2 就點點點就繼續往下寫 這樣可以齁 所以這樣的一個格式 是我們希望 未來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要有的標準格式 否則啊 你的程式會非常難讀懂 這樣知道嗎 好那我們現在來 再做一個有趣的 這個 有趣的這個 學習好了 還有沒有哪些 函數可以幫助我們檢查 這個 Data的 來 % in % 這個函數我們是不是一直用到 好這個函數可以拿來做什麼 前面的東西有沒有出現在 後面 那假設啊 我們的Stage 這個Stage啊 它就是 1到5 這個Stage就是1到5 沒有什麼其他 其他變化了 我們就可以用 欸 Data Stage 是不是等於 是不是在1到5裡面 但是 我們假設是 有問題的要把它標True 沒有問題的把它標Force 我們如果想要把所有的True跟Force 調換過來的話 我們需要用到驚嘆號這個符號 大家可以看到驚嘆號True 它就會回答有Force 驚嘆號 Force True 它就會回答有TrueForce 驚嘆號這個指令啊 是專門用來 把 加在邏輯向量之前 然後把整個邏輯向量的TrueForce值全部調換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 這個應該不會太難懂喔 好不好 好那我們啊 這樣的一個指令這樣 欸 Check Stage Range 好 好它必須介於1到5 有沒有問題呢 我們來把它檢查出來看看 欸有一個有問題欸 它居然沒有 喔喔喔喔 喔不是 不是Rong Date 是Rong Stage 欸你發現了什麼事情 當我想要把它抓出來之後 我們發現我們怎麼抓出了一堆NA的值 對不對 啊這樣的一個NA的值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抓出來的一堆NA的值呢 因為NA的值啊 我們並不清楚 它是 它是不是不在1到5之間 所以說我要怎麼來解決這個事情 你說它NA就NA了嘛對不對 來我們來 給那個 小女生一點回答機會好不好 你叫鹽魚對不對 來回答一下 我要怎麼把N 我要怎麼 那像NA我不覺得 假設我NA我不覺得它是有錯啦 假設它 你覺得是有錯 那這樣當然沒問題啊 對不對 那假設我不覺得它是有錯 我要怎麼解決 No idea 你是不是上到這裡其實已經頭非常混了 你其實前面三節根本就完全不會 有沒有人要幫他幫忙這個優秀的這個言語的 限制一個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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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聽不懂 太複雜啦 設定一個range 這裡沒有range啊 它就是NA啊 我們認為它NA不是錯 我們認為它NA不是錯 所以呢 把NA那裡任職會找出來 嗯 我其實還是聽不太懂 不過沒有關係啦 我來告訴大家 怎麼樣做好了 欸 既然你認為NA也是合法的 那你就在1到5這裡 再加上NA不就好了嗎 那這樣他就不會說他錯了嘛 對不對 就NA也在後面啊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把1到5和NA合在一起 欸11很好 啊11這個函數可以合併向量 好不好 我這樣子 他就不會 他就沒有問題啦 好不好出來都是 都是正確 啊但是如果就是特別要抓NA的 因為假設那個是必填值 欸那我還 我要怎麼把它抓出來 我可以用isNA這個函數把它抓出來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OK 好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第三種要學習的這個 這個 方式 好我們第三種要學習的方式啊 是 我們可以透過條件跟鎖影 把GFR大於150或者是小於0的把它抓出來 這樣子 可以呢用鎖影函數 我們可以把滿足某一個條件的把它抓出來 並且強迫它產生一個新變項 那這些為true 好現在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data 執行到這裡的時候啊 我們的data應該是沒有ronggfr這個變項對吧 我們現在是沒有ronggfr這個變項 但是啊這個ronggfr這個變項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 呃就是 我們要 如果要產生一個新的變項的時候 我們可以 用鎖影 來把它強迫把它產生 這個可以接受嗎 對不對 好的我們執行完這一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ronggfr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的data 是不是ronggfr出來 但是你現在看到都是na 因為它並沒有不滿足這個條件嘛 對不對 它沒有滿足這個條件 那如果我在執行完這一行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 是不是這些都被填force了 force就代表它是滿足條件的 這樣可以嗎 那所以我現在是不是找出 ronggfr等於true的 我應該就可以找出 我是不是應該就可以找出有問題的在哪 欸我發現了什麼 我找出了一堆 我這個na 這不是我要的嘛 對不對 好 可是在這裡我還有辦法加na嗎 你說我如果na覺得它不合法 那我這樣抓出來當然沒有問題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我連這個病人是誰我都不知道啦 對不對 所以看起來是不是怪怪的 好所以我有什麼方法 去把na的把它找出來 我們把na的東西把它做什麼處理咧 好 我們需要做的來看一下下面 好我們需要啊 在下指令的時候啊 告訴他說 我除了要gfr等於true 還希望啊 他不是na 這樣可以嗎 不是na 這樣這兩個條件的加起來 我們找到的就是gfr不滿足我們的條件 看到了嗎 這邊有非常多超過150的 那我們認為這是有問題的 這樣可以嗎 好當然這個vary range要設在哪裡 這個是由你決定啦好不好 我們只是 我們只是做一個demo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做這樣簡單的規則處理 我們需要怎麼樣去做這個 就是找到 好那我現在有個問題啊 假設我今天就是要把na的抓到 我是不是可以用這種方式把它抓到 來 這個是不是就是代表它就是na的 可是這些na的值裡面 這些是不是就是na的值 這樣都用的意思了嗎 你看這裡是不是 na的值 而且我是有日期的喔 然後我剛剛 我們再看一下這三行的差別 第一個是 我只打 等一等true 我現在啊 找到一堆 我根本不知道 病人跟date是誰的 這是因為你的程式碼打錯了 對不對 因為它除了true以外 它還有一個na的條件要你下 這樣知道嗎 好 那如果 如果這個 如果這個 我們這個 rawgf 打錯跟這個 isna 的話 我們現在找到的 是不是就是 完全沒有na 但是gf 不滿足條件的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說我想要找到 na或者是 這個gf 不合法的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打 或者是isna 這樣子我打到的 一樣 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一樣也是有病人 有date 有病人有date 並且也有第幾筆 所以我這樣就是找得回去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 只用這個 這一行指令 偷懶的 把所有 不合法的找到 你必須做一個條件的組合 你才要幫他把這個 這個 就是有問題的找到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一行是有問題的喔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簡單的練習題 如果你已經看完上面示範了 那請同學選一個深化值 並且為他設計一個range 然後他必須在那個range之內 然後練習2 第二個練習這比較難一點 這個啊 我們希望找出 stage跟md rd gfr 之間的關係是否有錯誤 這個 我們現在假設 90以上是這個 90以上是stage等於1 60到90是stage等於2 12345 好 10類推下去 那你做完之後啊 你可能會發現這筆資料是沒有錯誤的 沒有錯誤沒有關係 請你試著在 data4-1這裡點開 把它有些數字做一些修正 直接修正然後儲存起來 這個檔案啊 如果你用Excel打開起來 它就是一個標準的Excel檔案 只是你用記事本打開 在這裡你是用記事本把它打開的 這是比較快而已啦 好不好 那你看起來就是會像這個樣子 那你就可以看看 他是不是會被抓到了 好我們就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練習 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第一個應該非常簡單嘛 我們就隨便 隨便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就舉下來說 我們要這個check 我們來check什麼東西 我來看一下有什麼 什麼東西好了 嗯 好我們來check這個 WBC好了 我們就找出這個 WBC不太 MCV好了 我們找出這個MCV 大於百跟小六十的 我們覺得這很有問題 好不好 大於百可能還好啦 那小六十感覺都快死了 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大於百二跟小六十的好了 看找不找得到 那這個非常簡單嘛 你剛剛這個前面這個GFR 這裡就有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貼下來 那我們把GFR給MCV 那在這裡啊 MCV 我們要找出大於一百二 或者是它小於六十的 那同樣的 我如果要保持是正確的 我就是小一百二 或者是大於這個 六十六十 OK 這樣子我是不是就可以把這個 MCV我認為有問題的人把它抓出來 好我們全部按RUN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的這一筆 那我們當然是要 我們先找出它 真的是不在這個Range內的 好你看到了 這些人的MCV 果然 死這個感覺一定是有問題啦 好不好 這個應該死了吧 對不對 這個 你看 我們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 非常多筆 看起來的確就是 有問題的 這個確實需要進一步確認 對不對 我應該是 這樣的病人應該是 不太可能活下來 好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 這個 我們現在 Check完MCV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前面這一個 要怎麼來判斷 來這個 檢查Stage跟 GFR的關係是否有錯誤 如果我們直接去檢查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不太好檢查 對不對 我們的RUN好多條 沒有辦法這樣 這等於說 好像在檢查 所有的1 是不是 都90以上 所有的2 是不是都是60到90 所有的3 是不是都 這樣不好檢查 所以一個比較好的想法是 那我就自己再產生一次 根據我的規則 我再產生一次這個 我再產生一次這個 這個就是 Stage 我的Stage 然後我把我的Stage 跟舊的Stage 做一個比較 看是不是有差異 這樣可以吧 好 Check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這個Stage And GFR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啊 我們來看後面的答案好了 大概 首先我們先把 當前的 這個Stage 它如果 GFR 大於等於90 我就把它定為1 大於等於60 並且 小於90 定為2 大於等於30 並且小於60 定為3 大於等於15 小於等於30 定為4 小於15 定為5 所以這是我們的 我們新產生的 MyStage 那接著咧 我可以把 MyStage 跟我的 原來的Stage 它不等於的 不等於的意思就是 它跟原來的不一樣嘛 對不對 把它變成 RoneStage 那透過這樣的 語法 重新執行次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抓出 這個 RoneStage 它等於等於True 並且 我希望它不要NA 好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 我們發現 全部都答對 對不對 好那我們故意把一筆改掉 好不好 欸 為什麼不給我 為什麼不給我開 怎麼這樣子 太不給面子了吧 好那算了 那我們決定 我們故 我這樣子沒有辦法在那邊改 那我在這裡改 我故意把 第二筆Data的 這個 呃 第三筆Data好了 第三筆Data的Stage 它本來是4嘛 對不對 然後這是 這是滿足條件的 我故意把它改1 我經過這樣的 改變之後 我們再看一次我們的Data 這一筆是不是有問題 這筆是有問題的對不對 我故意把全部執行完一次之後 我們看到 這一筆是不是被我抓出來了 好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嗎 所以說啊 這個 呃我們這樣的一個就是 練習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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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我們後面要做的問題好了 好 後面我們要做的問題啊 這個 真的就比較難了喔 這個問題是說 我們接著 我們 就是我們現在喔 這個 這筆資料喔 我可以跟你們講這筆資料是什麼 這筆資料就是一個 就是要跟這個 這個 就是跟 我忘記跟哪個單位申請前的這個一個資料了 就是這個 但是這個單位規定啊 這個 我們申報的這個期間啊 就是同一個病人 我持續照護他 持續監測他 這樣很好 可是啊 這個監測啊 每三個月我才能發一次錢給你 你不能說 這個每 就是 你不能說這個病人 他 一個月來了十次 我就申報十次 然後給你十筆錢 這樣不行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樣的人要洗數據 我們說一個病人 你最多 三個月只能申請一次 所以他們的間隔啊 必須每一筆都大於九十天 好九十這邊我只是 弄個 就是一個數字啊 如果說你選九十太少太多 這個是可以調的嗎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條件是不是就難多了 你可以 你可以想像 為什麼他難多了 來大家想像 為什麼他難在哪裡 他難在啊 我們的 我們以往的驗證規則 我們以往的驗證規則 假如說一筆好了 一筆這樣一個 假如說這邊有一個 嗯 ID 然後這邊有個 V1 V2 V3 好以往的驗證規則啊 同一個人就自己跟自己比 他就自己跟自己比 就這樣而已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就是 舉例來說 我們的 V1和V2 他有一些條件的連 交集或連結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但是啊 紅的人他上下不會比 對吧 因為上下比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對吧 因為上下比啊 這個 有些人比數只有 一筆 有些人比數只有三筆 那一筆的人要跳過對吧 一筆的人 反正不管怎麼樣他就是可以 對不對 兩筆以上呢 從第二筆要開始做檢查 但這個檢查又 顯得蠻複雜啊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所以我們現在啊 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哪一開始我們要找出就是 哪一筆有問題 這太難了 因為這個 這個條件有複雜 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這個ID是 這個人是A先生 然後他在 今年的 2020年 1月1號 他做了一次 然後接著他 2020年的 3月2號 然後他又做了第一次 這一筆想要被刪掉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結果他做了第三筆 2020 4月20號 那請問一下4月20號要不要刪掉 不刪對不對 4月20號是合法的 可是他跟上一筆 差距是 差距不到這個 不到這個 90天嘛 對不對 所以 如果我們啊 我們 我們到了今天的最後 我們再來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 我們只要把這筆刪掉 這筆要留著 這樣懂了意思嗎 我們現在 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我們希望從簡單開始到難啊 好不好 不然的話 那邊跳太快了 你們現在根本想不到 我中間怎麼刪掉這一筆啊 對不對 用手工看嗎 怎麼可能對不對 好 所以說 我們現在只需要把 這個 這一種人 我們把他抓出來 好不好 那如果有一種人 他B先生 2020 3月20號 2020 7月 31號 好 這樣這個人 我們就把他跳過 那這個人 我們就要把他抓出來 這樣可以吧 我們先把人抓出來就好了 好不好 這樣可以 那這樣應該會簡單很多 那把人抓出來這件事情啊 我們要怎麼 我們要怎麼開始 我們要怎麼開始 我們先思考一下怎麼做 來第一步 我們要先做什麼事 根據我們上節課學到了 第一步應該做什麼事 你是不是想回答 你不想回答 No idea 蔡良漢你要不要 我先想來想吧 No idea 這邊都沒有人有 idea 我們再想一下 我們現在 我們再想一下 我們現在 我們上節課 我們看到 我們要把Data做格式轉化的時候 第一步不知道做什麼 我們上節課在教什麼 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們把一個資料表從 ID 然後Desease對吧 然後111 然後這邊有這個A B C 然後2第二個A C 3 點點點對不對 那我們最開始在做什麼 我們最開始在找出有幾個疾病數 有幾個人數 對吧 然後 為什麼我們要找出這個 因為我們要產生一個空局證 讓他填 對吧 好我們現在回到很多東西 我們要 我們顯然要先產生一個東西讓我填嘛 用回圈填嘛對不對 那個東西的關鍵是什麼 是人數嘛 因為我現在只是要把人抓出來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我現在還沒有要看日期喔 一比一比看喔 一比一比看很難 我們先 我們先 我們先跳過嘛對不對 不然的話這個 現在根本沒有辦法做 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的關鍵是我想要把 我想要把人抓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要知道人數對吧 人數怎麼求 對這個東西求 Levels 把他轉成factor之後 Levels 這個lens 我就可以求他人數了 對吧 可以接受喔 好那接下來 有了人數以後 我就一格一格填了嘛 對不對 一格一格填 他的true跟force的關鍵是什麼 首先 既然這個人 是我要檢查這個人 我是不是只要看這個人的data 所以說我一定是 我一定是在 我先產生一個 一先產生一個向量 先產生 vector 描述 每個人嘛 對不對 接下來 是不是要產生 subdata 產生subdata 我一個人就看一個人就好了嗎 對不對 那如果我現在data能只有一個人了 data能只剩一個人喔 那現在 有什麼方法 我可以把 日期的間隔做一個檢查 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 後檢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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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只要有一筆 小於90 就代表這個人一定有問題 我現在先不要管說 這樣是這一筆有問題 這一筆沒問題喔 我現在是講這個人 那這樣填就是有問題的嘛 對不對 那如果他每一個間隔都大於90 那顯然他不會有一筆的問題 對吧 所以我先找出有問題的人 這樣就好了 好不好 好那 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叫日期的 後檢填 後檢填 那日期的後檢填 我要產生的向量是 常骨多少 他的比數減1 對吧 他的比數減1 如果是 產生 產生 difference vector 這個difference vector 他的長度 是比數減1 這樣可以吧 比數怎麼求 nraw 可以接受嗎 subdata之後nraw nraw 不是可以知道這個data形狀嗎 所以我之前是不是一直講 我們的那些核心函數 他都 就是 非常常用 你搞的那天都在用那幾個函數啊 對不對 好 那nraw 如果你產生了以後啊 這個difference vector 你只要去檢查 這個difference vector 裡面是不是有 大於這個 就是 是不是有大於90的存在嗎 對不對 那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 我是不是就可以檢查出來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連串的操作 我們要先程式嘛 要怎麼操作啦 好不好 我們以後遇到問題的時候 都先靜下來想 好好想想這題要怎麼做 好不好 啊我跟你們講喔 就是 我們這節課的設計 用到 現在用到的這個規則 真的是非常非常複雜 就是 真的是 不好挑 可是我跟你們講 這種規則叫你用手挑 你絕對挑個吐鞋 這樣子好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挑 首先 我們先把 Levels patient 把它抓出來嘛 那我們 Levels patient 我們一開始看patient 它是 class是一個 那個整數 所以我們需要先把它as vector之後 再用Levels去做處理 好我們把這裡的這個 規則刪掉了 我們把檔案讀進來之後 我們直接 先做一個 Levels patient 做完之後 unpatient是2309 2309 所以我們的回圈 顯然就要執行2309次對不對 好那 我們現在這樣比 不好比 好我們先 先產生一個空的向量 repeat na unpatient次 這一個 簡單就是 我們要填true跟false嘛 對不對 true就是 有問題或者是沒問題都可以 然後false就是描述另外一種狀態 這樣可以嗎 好那 我們要寫回圈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寫 是不是我們總是 先從i等於1開始 我們先找第一個病人 來做測試嘛 對阿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們總是我們 每次要寫回圈前 我們都先i等於1開始寫 好 i等於1 subdata 我們把它抓出來 好到此為止 大家有沒有問題 有follow到我剛剛的這個程序嗎 大家要記住我是怎麼想問題的 我承認就是這些問題 真的是沒有那麼簡單 好不好 這些問題就是你要 你有一些經驗你會想的比較快 你一時間要馬上想出整個系統 應該是很難做到的 但是大家可以慢慢的透過練習去累積這些經驗 好我們現在這筆subdata就是 第一個病人 他總共有三筆資料 這三筆資料顯然乍開 一看了我們就知道 這是有問題的對不對 對不對 喔對 忘了 跟大家講 這個我們的data 我們的date 他應該還是要先asdate 好然後我們這個30 我們把它改回去88號好了 這個就是大家檔案是完全一樣的 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 subdata抓出來以後 我們現在啊我們就要看這個date 這個date 我們要看看他difference vector嘛對不對 他各隔幾天 好大家注意先是兩個日期其實是可以相減的喔 我們現在把subdata裡面的date 把它抓出來 他的第二筆 是不是這個 他減掉 他的第一筆 好他是不是會告訴我38 差38天 所以日期是可以相減的喔 好不好 好那我們要怎麼去產生這個日期的相減呢 我們可以用到 我們來 首先我們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類似上面的方法 他總共我們要填幾個空格 總共我們要填兩個空格對不對 三筆要填兩個空格 所以我們再產生一個 dif date 等於 repeat na 然後 兩次 幾次呢 nraw subdata 減一次 這樣可以接受嗎 nraw subdata減一次 這樣可以吧 好那 接著 我們要 是不是就可以 再做一個回圈 j等於1開始做 j等於1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做這一行 我們要怎麼把這個數字填進 填進 difdate裡面 他應該填到第一筆吧 對不對 填到第一筆這樣可以嗎 好那他跟j的關係是什麼 是不是 j在這裡 j在這裡 然後這是j加1 可以接受嗎 應該是可以接受吧 好 接受完這樣之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j改成j回圈 j in 1到 nraw subdata減1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把它 把這個difdata 把它放過來 我們再做一次運算 全部執行 我們看一下我們現在的difdata 他是不是就是38跟1493 這個38跟1493啊 是不是就是我們的 我們要的就是這個 我們的difvector 那difvector啊 他如果我們要做這個就是 看他有沒有大於90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到 對difdata把它大於90 好我們等一下這個 check vcc 我們產生的東西 我們產生的東西是不是就是 欸有一個是 False一個是true 所以只要有 False存在在這裡面 我是不是就代表著 他有問題 我要怎麼確定 False有沒有存在在這裡面 %%可以嗎 %%是不是就是檢查 前面的東西有沒有出現在後面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檢查 False有沒有出現在 checkvector裡面 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檢查 他是不是存在了 好那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人有沒有問題 對不對 這個人有沒有問題 我就可以把它存到 x的第i一個 這樣可以嗎 我就把它存到x的第i一個 這樣我是不是這一串就可以打包成 打包成i回圈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現在試著直接做看 好不好 我們來看這樣有沒有問題 False i從多少 1到多少 m.patient對不對 好全部執行 欸 怪怪的 他應該會出現error啊 好他這樣就是一直在跑的意思 這樣可以嗎 我先把它 他怎麼可能全部都跑完了 沒有出現error 這個是蠻神奇的一件事啦 這個 我跟你們講一下 為什麼 我找一下那個 呃 如果病人他的這個 只有一次的話 他應該會出現error啊 因為 理論上他應該是沒辦法做的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來找一個病人 他是只有一筆的好了 這個病人 那這個病人只有一筆啊 那這個病人只有一筆 這一串程式碼為什麼可以執行欸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的diff data 他是0 然後他這樣執行 會變什麼樣子 na na 那force當然不在na裡面嘛 那這個 這個算我們運氣好 整串出來沒有出事 好不好 其實應該啊 我們在前面要去檢查 這個 這個nraw是不是等於1 他如果等於1 我們就直接跳過了 對不對 他要大於1 我們才要做 我們才要做這一串 那else 他如果等於1的話 x就直接填force了 不管他 就是沒有問題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 這樣子 這樣子當然就可以執行啦 好 只差別還有一個地方啊 就是 我如果今天要找出diff這個函數啊 其實有一個函數叫 diff diff這個函數啊 可以直接 取代 可以直接取代這個回圈 也就是我可以把這一大串 改成 diff subdata data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一大串 喔我好了 那 應該有一行怎麼不見了 喔好好好 這一大串取代完之後 大家看著喔 這一大串取代完之後 這一行其實還是要上來的 這一行還是要上來 那這一行就直接就是force了 好所以我們的 最終我們的程式就長成這個樣子而已 非常 非常少行很快就解決了對不對 好應該我們的程式就只有執行這樣子喔 就是 如果 ndate 它diff小於 6 然後我們這裡 完整版程式就在這裡 看到了嗎 幾乎就是一模一樣的樣子 可以吧 我們這裡 這一串 這一串 跟我們的這裡 是完全一樣的喔 是完全一樣的喔 是完全一樣的 好那我們 我們的這一個 這一串是完全一樣的阿 我們全部做完之後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全部做完來看看 答案 好全部做完之後 我們的x是不是一堆true跟false的值 那請問一下是哪些病人有問題 哪些病人沒問題 我們是不是要對應到levels patient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可以用levels patient 然後用所有函數把這個x把它抓出來 他是true的就代表有問題對吧 false的就代表沒有問題 好這些病人是有問題的阿 他總共有1000多個 有1000多個病人是有問題的 我要怎麼把1000多個病人的這個東西 把他對回我們的資料表裡面 好什麼意思咧 就是 我現在有一個資料表 我現在已經有一個向量了 這個向量告訴我 A病人有問題 這個 Rome Factor 等於 A 好那我現在想告訴我 我現在想產這個新的 新的變相 這個新的變相 是這個 有問題 Rome 那我A這個病人想還是有問題嗎 這裡有回答true好不好 TTT 那這個病人沒有問題 我想回答false 這個向量 他怎麼用這個產生出來 好是不是一樣 ID有沒有出現在後面這裡 又是percent percent這樣可以嗎 ID這一欄有沒有出現在後面 有的話我就填進去啦 有的話他就會被填true 沒有的話就會被填force 好 所以你發現了一件什麼事 欸 percent 這東西太長太常用了 對不對 一天到晚再用它 好我們來 最後我們 全部做完之後 我們就產生一個data data 好 rong interval 他等於 data裡面的 patient 有沒有出現在後面 有的話就 有的話就是 有問題嘛 對不對 沒有的話就是沒問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這些 像這個病人是有問題的 他 你看他這兩筆就 這兩筆就有問題對不對 那我們故意把 這個rong interval 他等於等於false的 我們把它叫出來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只有一筆 這個只有一筆 那當然就不管啦對不對 好來 這個病人是不是每一筆都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仔細檢查一下 應該是 他每一筆都沒有問題 好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說啊這個 我們的這個 示範啊 大概就到這裡為止 好那我們把它打包完之後 接著就可以這個 就可以把這個就是 把這個程式語法執行完啦 好那我們的練習題是什麼呢 我們的練習題是 等一下喔 你需要花一些時間 把剛剛的過程repeat了一次 剛剛的過程repeat了一次啊 你可以直接貼程式嘛 沒有關係 但是就是要run過一次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EGFR的這個 變化量 就是要用這個來檢查的 好 除此之外我們還要交一個新東西 叫 progression bar 這個progression bar 在迴旋的外面 我們可以設計一個 PB等於TXT progression bar Max等於 unpatient 然後在這裡 迴旋的最後 我們可以set TXT progression bar PB 然後I 好最後我們在外面 把progression bar 關起來 這樣子的話我們在執行這行程式的時候 我們用sauce可以執行這個語法全部的程式 它就會出現這個進度條 這個進度條非常的重要啊 因為你會決定你要去尿尿多久的時間 還是你要去喝個咖啡還是去吃個飯 好不好 這個進度條非常重要 好 那我們啊 你一定要先把這一串語法全部打在你的程式碼之後 接著我們要檢查什麼事情呢 我們要檢查 如果有一個病人 他啊 這個 他有這個data對不對 他有這個 這個 這個日期對不對 同個時間啊 他也有GFR 他的GFR 舉例來說在這裡是100 好在這裡是 舉例來說是這個 舉例來說 呃99 呃 啊這裡突然發生 只剩50 那顯然 這樣子的一個間隔 他降低這麼多 是有問題的對不對 所以 我們要把 GFR 跟這個 GFR 跟這個 呃 Data Data Data的變化量 也就是我們需要出現 Data的變化量 Data的變化量 缺乏的變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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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兩個相除 相除之後 得到的結果 如果你發現他的斜率 平均一個月超過2 絕對值超過2 我就要把它找出來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不好 這應該有點難啊 我們試一下 好啦 好啦 大家現在到這部分的時候 不要太挫折啦 這個 這個 程式 程式就是 呃 你們在剛開始接觸的時候 你總是會覺得他很難 就是 基本上根本就 不知道在做什麼 但是就做出來了 但是我希望你們看到的是 著眼於這個 他無限的可能性啊 對不對 而不是著眼於他的難度 好不好 而且我跟你們講啊 你們 你們非常多學長姐啊 我們這個課已經上第五年了啊 你們非常多學長姐 最開始的時候 而且從零開始啊 到最後 他們也是全部都學會了 好不好 雖然說 也許十六節上完之後 他們會發現他們的程度 只到第六節 但是你不覺得 只要有前四節的程度 就已經非常夠用了嗎 對不對 好 那沒有關係啦 好不好 這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題要怎麼做 這一題的關鍵在於 欸 DiffData我們求到了對不對 那我們還需要求DiffGF啊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 那在這題要做的時候 有一個關鍵我們需要先做 就是我們啊 我們 在回圈裡面改 這件事情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一大串語法 把它拉到回圈的外面 然後用I等於E開始改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我們如果I等於E在這裡改完之後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StopData 現在是不是有 現在我們這樣執行 是不是有DiffData 好可以接受 那我們同一個時間 我們的DiffGFR要怎麼求 我們是不是 可以 無法炮製啊 GFR 好這樣子我是不是就可以產生 一串 日期差異 跟一串這個 GFR差異 那我把這兩個相除不就好了嗎 對不對 好我把這兩個相除 好這個除以這個 好因為但是這個是 這個是天的斜率嘛 日改變量對不對 我們要改月改變量的話 是不是要乘以30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把這個東西 等於Slope 欸 他發現什麼事情 出現Arrow 這行Arrow 問題在哪裡 看到Arrow要怎麼解決 來我們來 給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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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一些同學一些機會 好不好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阿 好啦張家綺 你要不要回答一下 怎麼辦 這語法錯誤在哪裡 看得出來嗎 你看 大家 你現在在看哪裡 我想知道 應該在看他的Arrow Messenger吧 對不對 他的Arrow Messenger在講什麼 你可不可以翻譯一下 還是 英文對大家來講太困難了 就是舉例來說 這一串英文其實看不太懂 他在寫什麼 好 沒關係 我來幫大家翻譯一下 我們就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很多 學寫程式的人 他最大遇到的困難就是 遇到Arrow Messenger 根本就 人家明明就有寫 但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根本就看了他 就覺得在看天書一樣 我個人認為 不是英文能力不夠好的問題 我認為就是還沒有習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塊Arrow Messenger寫什麼 他說 Second argument 第二個 東西 用除的 除法的第二個東西 這個of 這個就是 這個的什麼 對不對 除法的這個的第二個東西 他 不可以是 不可以是一個 DiffTime object 不可以 DiffTime我看不懂 但是 不可以是一個什麼物件 對吧 可以接受嗎 看起來像是這個意思嗎 好 除法第二個東西 是不是DiffDate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有問題 對吧 這個東西有問題 他說 他不可以是一個 DiffTime object 看起來就是物件屬性的問題 對吧 所以我們打class 查詢一下他的物件屬性 發現 喔 DiffTime 原來DiffTime在這裡 那要怎麼解決這個事情 這還不簡單 強迫他 強迫他 他改成我想要的樣子啊 對不對 那我們就 s numeric 好這樣是不是就 強迫他改成我想要的樣子了 你要改 integer 可以 好現在的Slopes 是不是就是我想要 欸是不是又有 -2.3 跟-0.1 這是 月改變量 對不對 好 這個東西 他如果 絕對值超過2的話 我就要把他抓出來 那我要怎麼把 CheckFactor抓出來呢 是不是 他 大於2 或者是 他 小於-2 這樣是不是就 CheckFactor 現在這個CheckFactor 他就說 True 這邊有個True 那就是有問題了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出現True 如果出現True 那他就是有問題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嗎 好那問題是 那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可以把這個整合 假如說我們取絕對值好了 好不好 如果 我們對Slope 取絕對值 那是不是就只要 看他是否大於2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好絕對值怎麼求 絕對值怎麼求 欸王劍員要不要講一講 絕對值怎麼求 有 蛤 絕對值你不要弄出那個符號 這個阿遠沒有那個符號啊 好不好 你說這樣打嗎 這樣 他不是霍的意思嗎 絕對值有沒有什麼好的想法可以求啊 你現在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老師又沒有教這個函數 為什麼可以求 是嗎 你的第一個想法這個 哎呀這個想法不好啊 有沒有人要給他一些 給他一些這個 給他一些那個呢 欸蔡陽翰 給他一些提示好不好 你有沒有想到平方在開根號 好想到了嗎 欸平方在開根號 這樣可以嗎 絕對沒有交過的函數 不代表做不出來好不好 我再跟你們強調一次啊 你們一定要有個自信 就是所有的東西你們都做得出來 就算沒有那個函數好不好 啊平方我沒有教過嗎 我不是有教過 平方不是這個嗎 slope 然後這個符號 這不是平方嗎 那開根號怎麼做 又忘記了 沒有問你啊 開根號怎麼做 好如果你 至少以這一題來講 我們不開根號好像也無所謂嘛 我們平方完之後說 他是否大於4好像也可以對不對 但是 開根號要怎麼做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好沒關係我跟你講 我們很久以前交過了sqrt這個函數 對不對 sqrt是哪個開根號呢 更重要的是 開根號就是0.54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再0.54 四方 這個這個要先 要先這個 先跨號 這樣是不是就絕對值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會不會覺得有點太難 一點點 主要就是要思考 好不好這樣也可以 好不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抓到這個 有問題了 然後我們把這一串指令 把它放到回圈裡面 好這樣就收工了 好不好 好這樣就 這樣就解決了喔 好這樣可以齁 好 那這一題啊 這個完整的答案 我們可以在 這裡找到 好重點不是那個答案 好不好 畢竟這都只是虛擬範例嘛 對不對 重點是你要學會那個思考的邏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題 最後 我們今天最困難的一個部分 我們現在 要把 這一題刪掉 對嗎 剩下留政 對嗎 這是我們今天最後要挑戰的東西啦 好這題我們就不要強迫大家 現在想得出來了 不可能的事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我們 我們要怎麼做這一題好不好 好我可以 我 把我的思路跟你們講 那你們可以 我一邊講的時候 你們可以一邊想一下 這個程式要怎麼寫 大概怎麼寫 會涉及哪些函數 好不好 但是我再跟你們強調一次喔 不會再有新的函數了 好不好 那是 永遠就是那幾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首先 我們哪 我們現在如果 我們 剛剛直接地府球的時候 是不是 我每一次都只能跟上一筆減 對吧 那我現在要看這一筆正不正常的時候 我是要跟上筆減 上一筆減 還是跟這一筆減 是跟這一筆減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關鍵是這個嘛 對不對 我們再想一下這個整個邏輯 我們不是要跟他比 我們是要跟這一個比 那既然我們要跟這個比的話 我們要跟這個比的話 那這一筆有什麼特性 這一筆可能是上一筆我給錢的 如果是 如果是這個 就是 上筆是沒有給錢的 我們就不看了 所以啊 我們是不是有機會 我們是不是可以啊 在這裡 產生一個 新的變相 主要說這個新的變相 叫做這個 呃 給錢 就要GIF 好啦 那這一筆是給嘛 對不對 首先第一筆絕對會給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嘛 對不對 那第二筆要不要給 就跟 上面判斷 跟 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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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這樣可以吧 好這下一筆要不要給 True BOSS 3-1 可以嗎 那這下一筆 如果下一筆這個也是A 要在判斷的時候 可能就是 FORCE BOSS 4-3對吧 所以他想要比的是 最上一個 上一個True的出現的地方 這樣可以嗎 上一個True出現的地方喔 或者是最後一個True 當前的最後一個True 這樣可以接受嗎 當前的最後一個True 好我們來看一下 當前的最後一個True 這件事成事要怎麼寫啊 好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把Rondate Interval 把它 產生出來 這一筆 Rondate Interval 是一個 我們全部刪掉囉 Rondate Interval 一開始是NA 不管了 我們就先填NA進去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Data 好最後一個Rondate Interval 是一個NA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 同樣的我們先把 IDEN123把它抓出來 IDEN123 現在這一個人 IDEN123的這一個人 他在 這些日期 我們要好好幫他填控對吧 可以接受 好 我們現在IDEN123這個人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填控 好不好 好 首先啊 首先我們透過回圈 我們應該是要從第二筆開始 去檢查 他是不是 第一筆一定是True 我一定會 第一筆一定是False 這樣可以吧 False就是我要給錢 第一筆一定是False 那我要怎麼把第一筆變成False啊 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利用 鎖印 來製作 現在 我們 把這個 patient 這個Rondate Interval 留下來 它是不是就是每筆NA 對吧 這裡面的第一筆 這裡面的第一筆 鎖印是可以鎖印再鎖印的 這裡面的第一筆 它等於False 我們先寫上去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們先寫上去 好我們這一行指令下完之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第123個病人原始資料裡面的 Rondate Interval 它這裡是不是就被我填上False了 所以我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填格喔 就是鎖印再鎖印 這樣知道了吧 這樣我可以填回原始的大表裡面 這樣好嗎 鎖印再鎖印 填回原始的大表 OK 那接著 既然我是從第二筆開始檢查起 鐵定是K等於2開始寫嘛 對不對 K等於2 那他總共要執行多少次 他總共應該要執行 他總共應該要執行 呃這個 NRAW 好這個東西就是 N.DATE 這個N.DATE 這個N.DATE 這個N.DATE非常重要 這個N.DATE 這個N.DATE它如果 大於等於2 我們才要執行 對吧 它如果只有一筆 我們就不執行了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從K等於2的時候開始做 K等於2的時候 我們要找的是上一筆False的地方 對吧 從哪個範圍裡面找False 從這個範圍裡面找False 好 這個 這個DATA 屬於這個病人 並且 RONG DATE INTERVAL 是False False就是 剛剛那一筆嘛 對不對 有付錢的嘛 有付錢的False 那這個 isN.A 他不能是N.A 他如果是N.A 代表還沒有檢查他嘛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這樣子一個DATE False status 現在 當下就只有 上一筆 這樣可以吧 如果之後有很多筆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很多筆喔 這樣可以嗎 等一下我們一個一個試 那接著 這一筆 我們要把他的最後一筆抓出來 我們是不是可以利用索引函數 一樣 Late state Late state 是False state裡面的最後一筆 那他的索引函數就填入他的長度 這樣就是他的最後一筆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應該可以接受吧 所以這是我們Late state Late state Late state是不是就是 我們要檢查那一筆 要相減的那一筆 就是最後一筆有付錢的嘛 對不對 最後一筆有付錢的 那最後一筆有付錢的 我們要比 那就非常簡單啊 DIF 就等於 當前的DK比DATE 去減掉Late state 好我們來做完這一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DIF 是不是 答案是4 4 4我們不付錢對吧 不付錢怎麼辦 來把當下 來把當下 當下的 當下的 Rone date interval 的DK個值 DK個相減 DK這個值 我們就填入 DIF 是不是小於90 如果他小於90 我們這一串執行完之後 然後 我們再看一次 這一個病人的 所有資料 好 第一筆是Force 第二筆是不是True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 我們接著 進行K等於3 好 K等於3的時候 我們再看 再執行這一行 這個時候 我們看Force States 是不是還是只有那一筆 為什麼 因為新的那筆是True啊 最接近那筆是True 所以就被我們跳過對吧 接著Let's Date 這樣是不是同樣的 還是 還是這一筆 那我們再把 當下 現在的K是3喔 當下這一筆 是 2017年1月2號 我們把它相減之後 我們得到DIF 欸149天 這筆是不是要付錢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這一筆要付錢的 我們把它填下來 我們再看一次 當下的 這個病人的數據 好 FalseTrueFalse 所以等一下 我們是不是要檢查這一筆了 對吧 我們K等於4的時候 再執行一次 好 FalseStates 現在是不是有兩天 好 是不是有兩天 好 接著 Let's Date 是不是只剩下 那兩天裡面 最後那一天 好 下一筆 下一筆 下一筆是這個數字 我們要跟Let's Date 減 對不對 所以相減 然後再把它填進去 好 這樣子的話 我們再看一次 好 Tru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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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不是可以用K回圈 把這一大 這四行程式碼 把它全部打包起來 一起執行 這樣可以嗎 False K從多少到多少呢 2開始 到 undate 為止 然後 這四行一起執行 好 這四行一起執行 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是不是 這個病人 就可以全部做完了 第123個病人 就可以全部做完了 我們來檢查一下 我們來檢查一下 第一筆要付錢 第二筆也要付錢 對不對 接著下一筆是 第六筆才要付錢 這一筆 這一筆 第六筆 這一筆要付錢 對吧可以接受嗎 然後這一筆是不是也要付錢 這樣可以接受 然後最後就只剩最後筆要付錢了 好 這樣是不是 非常有效率的 把 符合這種複雜規則 我都可以把它 抓出來 對不對 我們不只是左右的規則 可以解決 上下的規則也可以解決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 那這樣子要打包成 挨回圈簡不簡單 簡單嘛 對不對 挨回圈就是我所有 都要執行的 通通都把它 一起放到 欸這裡是不是 喔 我首先我要先把 Npatient抓出來 這裡這裡 這個不能刪掉 好然後我執行1到Npatient 1到Npatient次 把它全部貼上來 好全部執行 好這樣子就完 這樣子就收工了 好那我 這一串就是完整的程式碼 這樣可以嗎 這樣就是完整的程式碼 好 那我們 我們用我們貼好了 因為這裡面是有 Progression Bar的嘛對不對 這樣比較 這樣比較方便看 我們把它關掉 好執行的很慢 不過慢 慢是合理的 大家可以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它在做多少檢查嗎 它是不是每一個人 每一筆都往前這樣子 不定次數的檢查 這樣可以喔 好 所以這個邏輯有通嗎 好 邏輯有通的話 試著把這一整串做完 然後並且 來試著挑戰一下我們練習題 最後一題練習題 我們最後一題的練習題是 欸把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是檢查 Data 對不對 檢查哪一筆Data 是可能間隔太短 我們現在想要檢查的是 有時候啊 這個病人的EGF 會這樣變 這樣的變化 他可能 這是第一個時間點 第二個時間點 第三個時間點 欸你可能 在Data 你從這個資料庫裡面 把Data幹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欸 他可能說這種狀況 這種狀況有時候會 蠻常發生的喔 以EGF 這個變強來說 為什麼 他可能出現了 Cute的Kindin Injury 那出現了Cute的Kindin Injury 那個Kindin Injury 他可能那筆是在住院的阿 所以這一筆不算 這一筆我 統計的時候要刪掉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你要你 我們現在就要請大家檢查看看 我們有辦法把 這種短時間 這種劇烈變化的EGF 給他去掉 而去掉了以後啊 下一筆 下一筆 我就不是跟上一筆比啦 是跟 上一筆沒被去掉的筆 這樣知道了嗎 我這一筆要不要留著 取決我跟這筆比 不是跟他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樣可以齁 好 我們就是我們的練習題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好那 這一題阿 你這個 如果前面這個齁 你就算 不是很熟悉阿 但是大概看得懂 我們的語法在做什麼 就是 你不是全部自己做出來的 那 也沒有關係 就是一樣 你把這一個東西 把它拆到外面來 跟剛剛前面非常像 A等於123 我們就用123這個 變成G4嘛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 一樣 我們把Date Interval 把它改成GFR好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病人現在 現在 現在的這個病人 他第一筆顯然是不用檢查的嘛 對不對 第一筆也不用檢查 那接著呢 我們如果 從第二筆開始 我們就是 FALSE GFR FALSE GFRS 等於這個病人 他的RONG GFR Interval 他是FALSE 並且不是NA OK 那他的 Date FALSE DATES DATES先拿好了 DATES DATES還是要拿 因為你要看的是變化量 你需要日期的這個information 對不對 FALSE DATES 跟FALSE GFRS 那在這裡你就需要 他的這個資訊 我們把這裡 我們把這裡一樣先解開 然後K等於2開始做好不好 好這樣子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 FALSE DATES 跟FALSE GFRS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是上一筆可用的 日期跟GFR 那我們把 LAST DATES 把它拿到這個不難啊 那還有LAST GFR把它拿到 這個應該也不會太難 好那LAST DATES 跟LAST GFR拿到了以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相檢 跟當前的直去相檢 可以得到DIF DATES 跟DIF GFR 好 好 DIF DATES 是 44天 DIF GFR 是-1.8 那這兩個是不是可以相除 好這兩個只是相除 我們來 除一下 好遇到了一模一樣的Error 所以你知道說 這裡 要怎麼辦 把它 強迫它轉變一下格式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得到日子改變量了 乘以30得到月改變量 現在這個是不是Slope Slope Slope 等於 這個值對吧 好 If Slope 一樣 Slope的 平方 在0.54 它如果大於2的話 我們就認為它是有問題的 那這一筆我們就不要不管了 不要了這樣可以嗎 那剩下的我們就要這樣可以 那我們現在 把這一串 全部執行完 你可以多試幾個K K等於2執行完 K等於3執行一次 那像我很有把握了 我就可以4 K 從多少 2到 N N.DATE 好 123一樣 先做一次 好看一下這個病人 欸 喔 這個這個這個 這裡是要寫GFR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DATE 好再做一次 好看到了嗎 這一筆是要刪掉的 還有這一筆是要刪掉的 我們看這一筆發生什麼事了 12458 喔這一筆突然變8.9 看起來的確是怪怪的 對不對 而且它馬上就回升了 所以這一筆看起來怪怪的 當然它差別還沒有那麼明顯啊 還有這一筆 突然 突然降低的 怎麼隔沒幾天可以降那麼多 對不對 好我跟你講 就是我現在設的斜率是2啦 它可能還 太敏感 找到太多 這個就是 其實不是在住院的 但是 到時候你可以設計一個操作型定義 然後把一些資料給刪除 這樣知道嗎 所以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其實這個資料處理 資料處理它可以是非常複雜的 為了要保證我的data是clean的 我設計出來的路 你可能都必須寫下來 這是你的操作型定義 那根據你的路 每一次篩選出來的data就會不太一樣 分析的結果也不太一樣 那你要知道分析的結果 完全是取決於你的資料篩選流程喔 這樣懂了嗎 你的操作型定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今天就是 上到前面四節 大概就是 大家應該會比較辛苦一點 下節課開始 我們就教統計分析啦 好不好